小琴打,它是严手红拳 严手红拳打完以后 加上一个松肩沉肘 我先把这个外在形式了解一下 松肩沉肘,一个转 然后踢腿,上铺 一个合力 然后再一个这样的推出去 然后拨头推三 转身,下飞 上步,走下步,这样推出去 这两个动作讲一下 年轻人上来配合一下 你打人家一拳 你打一拳,要被人抓住了,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是要解脱 反败为胜 好比我打的一拳 因为这是讲解 慢动作 要快动作,可能你都看不清楚了 我打的一拳,它这个抓住了,抓紧啊 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 我这个不是一松肩沉肘 你看,一松肩沉肘 你这一旋转,它已经被动了 它已经被动了 为什么会这个手要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那就是要贴住它的手 不能让它跑掉 这里下边又有一个循环 那一下子 这个旋转 这是一个金丝缠腕的方法 你这一松肩沉肘 他的手已经被动了 被动了,如果手要贴到这儿 就让他的手不能跑 你这一转,它松了 那它不是跑了 所以就不能让它跑掉 你这往下一旋转 它就倒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 你被人抓住的时候 怎样解脱对方的这个琴拿 这就叫琴 琴拿的方法 什么叫打 打就是它的力量很大 它抓住以后,你要拧不动的 拧不动的,然后一上步 往这儿一架的 拧不动的 拧不动的